为什么飞机一定要烧煤油 不是汽油或柴油配不上飞机 而是航空煤油这些优势更明显 大家好 我是几名 本期话题 航空煤油 原油体裂过程中所产生的最主要几类战油 分别是汽油 煤油 柴油和重油等 每种都对应最适合的发动机 比如汽油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 虽然都属于往复活塞式的内燃机 但是两者在点火方式和转速以及扭矩性能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而这就是因为考虑到要使用不同燃油满足不同需求 重油则是专门给使用蒸气轮机或燃气轮机的大型船只使用的 因此目前主要应用在各型飞机上的喷气式涡轮发动机 也应该拥有适合自己的燃油 那就是煤油 无论是战斗机 大型运输机和大多民航客机所使用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还是中速支线客机等飞机使用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以及直升机上所使用的涡轮主发动机 最适合的燃料都是煤油 只不过这里的煤油并非普通煤油 而是需要经过特殊研制根据飞机发动机性能特意调配的航空煤油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就曾因为工业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限制 从50年代开始一直进口苏联的航空煤油 直到60年代初 经过不断攻关才最终研制出满足需求 并且质量安全的航空煤油 那么航空煤油为何那么难体裂 主要是因为其中除了石油分流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氢化合物 主要是碗厅、芳香厅和西厅类等籍类 另外还会额外加入各种特殊的添加剂 使之满足航空发动机在高空、高速和长时间运转状况下的各项需求 比如其中所加入的防冰、抗氧剂和抗氢电剂 以及金属动化剂等添加剂 都是为了强化航空煤油在防冻、防暴等方面的特性 而这些特征显然又是汽油柴油所不具备的 因此特殊制装的航空煤油则成为了飞机燃油的不二之选 为何煤油会成为航空燃油的必选项 相比汽油柴油这几大优势让航空没有完胜 飞机在高空中高速飞行的特殊性 使之相比于地面行驶的汽车和水中航行的船只 更需要注重安全性 因此极容易毁发的汽油就非常不适宜作为航空燃油 要知道飞机在高空中与空气的高速摩擦 会使得机身外壳的温度迅速升高 一些战斗机在超音速飞行时 机体外壳的局部温度甚至能够达到300度以上 虽然在相应的保护措施下 机体内部的成员不会受到影响 一般的民航客机也不会出现如此夸张的温度 但是因为空气摩擦所带来的机体温度升高是必燃的 特别是在飞机高速拉伸穿越对流层的时候 而飞机的油箱此时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必然会因为温度升高而增加燃油的挥发 如果是汽油 大量挥发的燃油不仅会急剧减少燃油量 而且会有易爆的风险 据茶油倒是因为燃点高 且稳定不易挥发 而且更安全 但同时其粘性相对较大和不易点燃的特性 又使得其只适合压燃式的发动机 而无法在喷气式涡轮发动机中被很好的压缩成物状喷出使用 所以同样不适合作为航空燃油 另外除了安全性和燃烧性的问题 航空燃油还要考虑抗动性的问题 飞机在高空中一般属于高寒状态 并且有时会在短时间内往返温暖和寒冷地区 因此对于飞机燃油在寒冷条件下的流动性要求很高 一般航空燃油的凝固点要达到零下40摄氏度以下 自然温度又超过了400摄氏度 因此完全能够在热制高的前提下 经过航空发动机对燃油性能稳定的需求 除此之外 使用航空燃油作为飞机燃油的另一大原因 是燃油的密度适宜 相比于汽油等燃油拥有更大的密度 也就意味着同等油箱体积之下 能够携带更多的燃油 而对于需要远距离飞行 同时体积有限的飞机来说 这非常有必要 比起一般的客机可没有在半途进行空中加油的能力 其次 航空燃油的汽油量少清洁度高 不容易对相对金贵的航空发动机零件产生腐蚀作用 因此综合来看 航空燃油必然胜出